钥匙穿梭小小药局服务人群 这类社区型在台湾的密集程度如超商一般 疫情严峻期间还发展出送药到府 来看看台湾人有多幸福 平均每一万人有13名钥匙服务 和其他经济合作剂发展组织国家只有8.6位相比 国内钥匙人力看似充足 但面临大问题分配不均 那目前有些其实是比较缺钥匙 是像一些大型的医院 因为相对他的薪水 不像在社区药局的药室性能这么高 所以相对来讲 他会比社区药局遭受的能力 相对会比较更有限 特别是现在偏向的地方 医院药室荒 病患领药 常常等到天荒地老 从药室工会全联会统计资料 全台职业药师大于33000多人 其中有绝大多数都进了社区 和受聘诊所加起来 比医院药师多了快两倍 接下来才是进药厂或是公教单位 很多联署药局可能开到超过百万的薪水 来招收一些新鲜的药师 很多大型医院来讲 他薪水跟不上有一个落差的情况之下 就很难去找到足够的药师 可能还是会先倾向于 在大医院多待个几年之后 再出来外面工作 今年大四的张廷伟 正在社区药局实习 毕业后虽然计划到医院工作 但仅仅是为了短期的经验累积 医院确实是事情比较多一点 然后外面待遇可能也比较好 所以我觉得可能在医院待一阵子之后 就会出来职业 面对长期人力不均问题 慈激大学特别增设药学系举动 引发反台 药师工会忧心 日本十万流浪药师将在台上演 国内药师如何分配得宜 照顾好病患需求 恐怕才是对症下药 巴拉新闻马上临摹至台北采访报道